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王伟豪 早上 你好 放完假了 国庆假期7天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数字 访港和去澳门以及去台湾的数字 国家旅游局都公布了 他说在国庆假期期间 在内地客去香港的旅客数目来说 去到100万人次 岸年增长3.26% 不是太多了 去澳门方面增长6.3% 去到接近80万人次 至于去台湾方面的旅客人数 那个升幅比较显著 都有两成那么多 去到就是9万人次 暂时就未说有太多资讯 是究竟日本或者韩国方面是怎样的 我想都预算是高的 那个汇率的问题比较吸引一点 我们先集中看看 或者在香港和澳门的情况 如果这个数字 比较直接影响 一定大家互联想到 就是豪赌股的表现 这一段时间都强势了 出了这个数字 我们看看豪赌股暂时的情况 银河娱乐向好 升百分之二去到25.1毫半 至于宁瓦姐1928金沙中国 继续升势 升百分之四左右 报28.7 之前还想到可能很差 大家都说可能不来香港 或者澳门全部都去东南亚 或者再远一点地方 但是看回今次国家旅游局的数据 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所以反过来 会不会对豪赌股有些憧憬呢 当然暂时都算是不错 但是当然你说真是解释 可能豪赌股 为什么说不错的时候 都略略说回数据先 的确是的 你看到就真的 一圆了国庆假 一定是相关等这些 旅游的数据出来的了 你看到国家旅游局 刚才也说了 澳门方面 其实都算有惊喜 因为你说 随着豪赌股 又不断去萎缩 或者是澳门当地的 签证 有些之前又收紧过 那种东西之下 基本上这次 所谓七天都叫偏长假期 但仍然有 按年升成6.3%引刺 去澳门的话 其实真的算是可以的 这个数字是挺不错的 但是你说你一边 相来计算 譬如访台的数字 人数 为什么按年升成2成这么多 是不是有什么吸引性呢 当然我觉得这样说 不是说有什么太大的 特别吸引性 只不过是因为基数低 因为你看到今次升了2成 之后很多人只有9万人次 变成以前很少内地人去台湾 变成这一刻 就开始越来越松 或者容易去到的时候 也有个明显增速在 但的确是的 你说国家统计 从日本令氏机构的数字去看 其实都看到 这个国庆价 其实去这些相关地区人数 都挺多的 说增速都明显 因为特别刚才提到的 韩国旅游发展局的数字来看 其实特别富航 就是去韩国中国的游客 是按年增长了3成这么多 而日本令氏机构 也看到 在相关签法 日本签证量来说 特别只是在广州方面 整个9月份 都按年增加了4成 你看到可以 而这些因素都能推敲到 就是在国庆价里面 相关内地市民和居民 去地区旅行的意欲 反而是比刚才提到的 例如澳门 香港 台湾 明显地都关于几个層面 一来价比较偏长 不断地说 二来刚才提到 就是匯率方面因素 虽然以日文币之前 8月份都变值过 但对比日圆 对比日圆来计 其实日文币都算是硬正的 所以自然有个吸引性 令他们也去过这些地方旅行 所以整个数据上 可以这样看回 的确你说 看回澳门方面 刚才提到豪渡股 今天已经保持了一个升势 因为刚才提到 以数据上来说 按年仍然升了 600%的旅客房屋人数 其实都算是比较估摸的数字 自然豪渡股回来 都有个不错的升势 但我自己 其实你说这一刻好 或者是豪渡股 这段时间不断升也好 反而越升得 近期越高 我的戒心就越重 因为这样说 我自己本身对澳门的赌业 看法还是偏向审慎 因为你说人流可能真的多 但不断都说 其实人流多 但是不是等于消费高 或者等于肯去赌钱 我觉得就未必是 因为听很多 譬如说很多朋友 或者近期去过澳门的人都会说 其实不算太旺长 特别在赌场里面 可能不是太迫 或者根本不多人在 所以你说真的 对特别的赌收方面 是不是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起码要看10月份的数字 所以不是这么快 可以觉得 豪渡股是否转世 或者可以再看好一点 所以我反而 这一阵 真的借着这个所谓国庆教育 或者公布的一些旅客数字 叫做不错的因素也好 都令到他们有个反弹 因为整个豪渡板 其实真的不断说 由高回落的幅度都很多 都是偏便宜或低残 你说这些反弹一定会有 所以我觉得 就真的借一借势先 那你说问到我 正来计算 我暂时都看法上 比较审慎为主 好 那豪渡股如果真的要 确立去转世的话 就看回一些实质一点的东西 看回博彩收入的增长表现 尤其是来近10月份 因为14年10月份 来说基数比较低 预算是好的 但如果比预期大幅 那理想的话 比预期好很多的话 才是真的有个转世的情况出现 都跟进一下豪渡股 今天开始的情况 银行娱乐暂时向好 升百分之二报二十五个一毫半 澳幅升七仙 五金沙中国升风险著 有百分之三点四左右 升九毫半指报二十八个六 永利澳门升八分之二 新欧国际升八分之二 美高梅都升八分之二 好 看完大假消息的豪渡股 我们之后 刚刚节目开始 讲到国庆假期 刚刚分析了 去澳门方面的旅行人数 从内地客 究竟内地客来香港的数目是怎样呢 今次有成一百万人设 增长就是百分之三点二六 对香港的零售股 又有些什么 憧憬或者提升作用 就不是太多 看回沙沙国际 其实我想她是表现最好的一只 这个星期看她也升了两毫子 如果你断日这样看 每天都其实表现都不错 却月就真的一般 如果整个星期计算 就没有什么起跌 IT都是一般 完全都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这个十一黄金周对她来说 都没有憧憬 那未来还有些什么呢 下一个大节 就可能是圣诞节 所以这一段时间 零售股都继续不要碰她 如果以本地零售股来算 其实我自己都不断看法 都不是那么好的 其实都不是这一刻的事 一直看法都一般 因为其实你说 本身来说 其实都看到香港的吸引性 特别对比内地的一些 旅客来说也好 或者海外的旅客来说也好 其实是在下降的 这是明显的 所以其实本身 你看到访港的旅客人数 其实增幅都不断放缓 这个都不断看到 而以往来计 这些零售股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样的 在这些大事大智 这些黄金周因素 都会来炒一炒 就是炒那个旅客来香港 可能不旅行 消费、救费等等 这次来说本身 早几天 其实刚才提到 沙沙这些都有炒过 但是你看到 如果以实质的数字上去说 刚才提到 就是国家旅客公布的数字 只是内地离香港旅客 其实是有增长的 都算是这样的 但是增幅 都只得大约百分之三左右 明显你见到 那个放弘性是明显的 也都见到 就是那个离港严育 就不是这么高 这个都关了几个因素事 一来就不断提到 这个国庆价就长一点 七天这么多 不需要说七天离香港 七天在香港都没什么做 我觉得有机会吸引到 去第二个旅行 以之前也说过 以这几天 特别早几天 香港刚刚刚打风 反正都有些影响 一定对零售业方面 而以三厘 就是本身来计 整个中港方面的矛盾 其实都依然存在住 所以这些没错 可能会影响到 大家离香港救命的意欲 所以整体你看到 那个房光旅客 是叫做增幅 明显地缩了下去 我觉得都很正常 所以以整体本地的零售股 来说 就真的没什么炒作性 我觉得以这一来计 因为看法数仍然比较审慎 甚至往后来说 下一个节就是圣诞 但圣诞大陆没有 但要看圣诞 再加上农历年 看有没有帮助 都可以改善一些 不排除到市有 可能短期炒一炒 但我觉得这些 很多事都是 炒作的话 看见是比较短线 可能几天 但以整个势来计 暂时本地零售股来说 我自己的看法 还是比较审慎为主 好 麻烦你先 一齐和大家看看 相关零售股的表现 先看看 先看看Rafi 刚提到的股份 不会了 不会买了 没事 好 麻烦你了 我们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继续有直播环节 明镜与点点栏目